美特新闻现场直播 欢迎您继续收看 北京时间10月15日19时06分 中国在山西太阳卫星发射中心 用改进型长征6号运载火箭 将18颗卫星发射升空 并且成功地进入预定的轨道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539次成功飞行 这18颗卫星已经进入了预定的轨道 是中国迁返星座的第二批卫星 该计划也被称为G60星座 旨在构建一个低地球轨道多媒体卫星网络 根据迁返星座计划到2030年 将会部署一个由1万多个低地球轨道组成的网络 以提供更大的覆盖范围 以及更快更低成本的服务 16日中国山西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将一颗新的地球观测卫星 送入太空高分12时05分 高分1205卫星于北京时间16日早上7点45分 达成长征4号禀运载火箭发射 成功地进入预定的轨道 该卫星将用于土地调查 城市规划 道路网络设计 农作物产量规计和救灾等多个领域 那么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540次飞行任务 好 以上是新年美东西文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健康平安 晚安 好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